欢迎来到智慧小屋 今天,森林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喜悦的气息 大树上挂满了彩旗,小河边摆满了鲜花 小动物们兴奋地在各处忙碌着,准备庆祝这个特别的节日 可是,兔子蹦蹦却满脸困惑地站在一旁 看着大家忙碌,忍不住跳到了老虎威威身边 威威,今天为什么这么热闹啊? 大家说要过国庆节了,可是,国庆节到底是什么呢? 蹦蹦歪着脑袋,好奇地问 威威眨了眨眼,威威一笑 哦,蹦蹦,你不知道吗?国庆节可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呢 蹦蹦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显得更加疑惑了 国家还有生日吗?那国庆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威威看着蹦蹦认真求知的样子,轻轻笑了出来 她拍拍蹦蹦的背,邀请他坐下 嗯,既然你问了,那我就告诉你吧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们团结起来,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 后来,他们决定每年的今天,大家都要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 这就是国庆节 它不仅是我们国家成立的日子,更是提醒我们团结和奋斗的象征 蹦蹦睁大了眼睛,听得入了迷 哇,原来国庆节是这么来的呀 我看他们在准备吃的,挂彩旗,还有很多活动 为什么国庆节这么特别呢? 威威笑了笑 因为国庆节不仅仅是个节日 它代表了我们所有动物共同的希望和梦想 每年的今天,大家都会聚在一起 庆祝我们的国家和家园变得更美好 我们要一起唱歌,跳舞,吃好吃的 还要分享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国庆节让我们感受到家园的温暖和彼此的陪伴 这时,几只小鸟飞过来,叽叽喳喳地说 威威,你在讲国庆节的故事吗?我们也想听 不久,小猪嘟嘟,熊猫胖胖,兔子蹦蹦 还有小鹿们都围了过来,纷纷好奇地看着威威 威威看到大家,露出了微笑 好吧,那我再给大家详细讲讲这个节日 国庆节不仅仅是庆祝国家的生日 还代表着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我们大家的团结和努力 这个森林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美丽和平静 所以,每年的今天,我们都要提醒自己 要继续努力,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大家都围坐在威威的身边 一边听着故事,一边分享美味的食物 蹦蹦更是开心地呼唤了更多的小动物 一起来听故事 不久后,整个森林的动物们都聚集了过来 彩奇在微风中飘扬,笑声在林间回道 大家通过威威的讲解 不仅了解了国庆节的历史 还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小动物们手拉手,一起唱歌,跳舞 整个森林成了欢乐的海洋 威威看着这些熟悉的小伙伴们 心里暖暖的 她知道,正如他们共同庆祝这个节日一样 在未来的每一个日子里 他们也会一起面对挑战 一起守护这片美丽的家园 故事的最后,蹦蹦高兴地说 我终于明白国庆节的意义了 原来它不仅是国家的生日 更是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 共同守护家园的日子 大家纷纷点头赞同 一起举起杯子 庆祝国庆节 祝愿森林王国越来越美好